台湾消保会在今天也指控银行不甩消保法 金管会堵职 要豁免付卡的连带责任 而且还说银行财大气粗 为了讨债 跟持卡人大玩法律游戏 确认债权 而今天就有付卡持卡人跳出来指控 说银行的做法快要让人活不下去了 豁免付卡的连带责任 台湾消保会以抖大的标题 控诉银行不甩消保法 甚至讨债手法遏制 让受害者身陷绝境 台湾消保会还指控金管会严重赌值 才会让银行的气焰嚣张 或者其他的事项也好 纵使我们讨论到 每个人都认为 金管会怎么变成银行业者代表了 财大气粗的银行 对消费者大玩法律游戏 讨债的遏制手法多得很 像是在假地法院提告 当事人出庭了 银行却故意不到 然后再到以地法院提告 当事人无法出庭 就造成了债权确认 或是银行故意提供错误的住址给法院 造成法院的支付命令无法送达 当事人丧失意义的机会 造成了债权确定 台湾消保会呼吁付卡的持有人 要是有这方面的法律困扰 尽快求援 明镜新闻黄美会需要的高雄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